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战 鱼来喽 来 给你一条 好 谢谢 在这呢 我要烤一下你哈小战 你知道为什么我们烤鱼 要用罗飞鱼吗 还真不知道这个 给你科普一下 你看 比如说我们 每种鱼都有不同的烹饪方法 比如说鲫鱼煲汤就比较好喝 它的汤比较鲜 还有鲤鱼就红烧比较好吃 是吧 那罗飞鱼就肯定是烧烤了 为什么呢 第一 它的刺比较少 肉比较多 而且它的肉比较嫩 烤起来就特别好了 特别好奇这是什么香菜 这个是香茅草 要用的时候 再用火的轻轻烤一下 对 它的整个香气就提起来了 到待会儿我们在烤鱼的时候 也是要放到里面去 放在里面 对 它的口味会贯穿在整条鱼上 整条鱼会特别鲜 特别香 这个菜我平时很少介绍菜 这个在我们当地是叫香柳 把它放到鱼里面去 它是特别特别提味的 很鲜 还有这个小米辣 怎么有点黑了 这小米辣用火烧了一下之后 香气会比平时吃的时候要更香 那我们就不要光束不练了 就直接腌制起来 来 先把这个胡椒粉倒到盐碗里面去 搅拌一下之后 把它均匀地撒在鱼上面 主要是起到一个去腥的作用 这个是我们刚才用火烧的辣子和大蒜 把它全部搅在一起 然后再把这个酱油倒到里面去 好 我们再把它搅拌一下 这个时候又可以把它均匀地涂抹在鱼的身上 我们每个部位都把它涂抹到 好的 我除了这个之外呢 我们还要再撒上一点 折耳根 记得一定要撒得很均匀哦 要不然就吃起来口感不是特别好 这个撒好之后来 我们再撒一点大蒜 这个也是起到一个提味 来 这边我们把最后一道 这个就是刚才你问到的 我们这个就香柳了 它和这个老米延续呢 就混合在一起了 来 同时也撒在里面一点 好 好 这样就差不多了 我们静待一个小时就可以开口了 这个是已经腌了一个小时的啊 好 干身 对 把它盖住了 把它关起来 好 除了这个烤鱼之外啊 我还准备了我们家很多的 银浆地地道道的特色 买足美食 待会儿我们一起来尝一尝啊 好 这个就是我们自己烤的啊 尝尝自己的手艺怎么样 好 肯定好吃 我觉得 来 小战 除了刚才我们一起烤的这个烤鱼之外啊 我还准备了当地的很多特色美食 让你品尝 我们先尝一尝这个刚才烤的烤鱼 怎么样 它的配料已经融入到鱼的整个肉 肉这里面特别鲜嫩 这个呢是我们代家人啊 接待客人最高的待遇 叫甘萨 甘萨 因为在当年只有吐司才能吃这道菜 这个呢是我们代家人的凉拌牛皮 凉拌牛皮 它虽然是凉拌牛皮 但它里面还加了一些牛肉毛肚啊 还有这个牛制凉片 你可以尝一下味道 好 我来尝 对 加一个毛肚尝一尝 可以用三个字来形容啊 酸 辣 鲜 而且这个毛肚啊 特别的Q弹 为什么毛肚会Q弹呢 是因为毛肚是新鲜的 新鲜的 对 所以说比较的鲜嘛 酸呢是因为我们代家人菜系呢 是用以酸为主 酸为主 多数是用柠檬凉拌 柠檬义吧 对 吃起来就比较的香 而且呢我们还用了刚才的火烧辣椒 它这个辣味呢也是提得非常鲜 怪不得了 对 吃起来就好吃了是吧 这是特别好吃 但好吃的多吃一点吧 我再吃点这个吧 对对 多吃点 吃完了 吃好了 我带你去泡水啊 好